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阿東 記不記得龍蝦 梁唐青兒 梁振英 梁振英 梁振英在7月14日已經70歲 梁博和什麼 黑毒 梁博 在梁振英70歲大壽的時候 梁振英的齊瑟福 他的公司 NGO 正式 小額 審財署 小額前債審財署 被人告你 就要上庭 人家就告我幫你 這個叫以建築公司 幫你齊瑟福的單位 裝了一些冷氣 裝了閉路電視電力系統 裝修 你竟然沒有抓未數 交代文件為廿多萬 你知道這些小額的追討 每件ha heart 最多追7萬5000 於是他們追21萬多艘船 值一次ab 最新法庭和這樣的資料 龍蝦真是厲害 想不到龍蝦那個人夠 梁博黑毒 他不單止不肯找尾數 我要現在追你二十二萬五千 你賠償給我 他說你的冷氣經常是斷電的 他裝到 裝修又不行了 你弄到我們有損失 弄到我們幫他捉手 什麼東西 要有證據 裁判官不要緊 我們會有證據 給我們時間籌備 把案件押後到二月再處理 我心想 如果人家做得這麼差 事情會這麼有問題 因為這宗新聞已經不是第一次 現在才再提訊 之前賣光 一直不見鵬蝦講 一直也不見你拿到任何證據 這次拿不到 你給我幾個月 我現在下一次會拿到證據給你看 你眾成世界 你身為前特首夫人 你老母 不給數不給 如果他真的做得這麼差 一開始你不告他 一開始你不深訴 別人的工程這麼有問題 人家追你錢的時候 然後你現在才說 別人有問題 還未拿得出證據 或遲疑些 他拿出來 這些就是一向都是這樣的 他是特權階層 他的思維就是覺得自己是權貴 就是惡霸 惡霸 這些就是賤人中的賤人 賭人中的賭人 他是這樣的 沒有辦法 那時候你機位 齊欣那些機位也是這樣的 我是特首夫人 一惡二鬧 心想調 行李 我就不喜歡安檢 那時候他坐頭等也是這樣 他還未做特首 梁正英還未做特首 他已經是這樣的 還說什麼 去橙欣任牌隊 是啊 那些來的 任牌 那你現在怎麼會 排完長門就答到 我是哪個男人讀過 你現在要給我一張桌子 蛤 問我拿李嫂 問我拿李嫂 你以為我是不給你 我是不給你 我再高翻轉頭 我二萬 我有 我是不給你 其實社會上 都不只是他這樣 就是 你很多人欺人 那些闊體都是這樣的 你當然是有錢女人 你真的見得少 平時都是這樣的 你老是 我是這樣 你吹 那些 那些 六十多七十 那些 你老是 一輩子都是大小姐 給我們 我看證據 你拿證據出來 別人關閣公司不差 雖然這些公司 你明知梁棠青儀的NGO 你也接她生意 喂 不接嗎 你也知道 有我接 你剛剛 錢嗎 以為 就是反過來想 喂 沒理由 梁棠青的老婆 沒理由不賺錢 就是不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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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就呼籲所有業界 不同的行業 接這些有的生意 你就要小心 好像以前 長實 以前我們做廣告那些 明知道 接長江實業的樓盤廣告 就糟糕了 因為一輩子都不賺錢 你 喂 長實 這麼有錢 你擲她 你擲她 你擲頭 沒理由不賺錢 她做是不賺錢 長和是出名不賺錢 好了 然後 你追她 然後她就說 我給你一個新工作 你不接 是不是 她就這樣 拖來拖去拖去拖去 拖死了很多間廣告公司 我以前做過一間 我不是做過的 我幫她的 叫做 很短時間 那間廣告公司 撿了 她就是被長實樓盤廣告拖死了 拖 一拖 五、六下皮 這樣拖 喂 公司仔五、六下皮很厲害 那你不賺錢 就是這樣 那些人 我告訴你 那些人越有錢 越是笨 越是節 對她就九流一無 是啊 對你就是這樣 她就是這樣 真的這樣 不賺錢就不賺錢 有時我都是這樣 喂 是這樣的 很難看的 所以你沒有辦法 有時 你不要貪她 哇 大品牌 我真的驚人很多 我做廣告公司的時候 我全部都是大品牌 喂 他應該OK 我告訴你 公司越大 拖數越難 拖死你都做得 現在大有大拖 小有小拖 現在全香港都拖 不要這麼說 不要開玩笑 我都拖 別說什麼 人拖我都拖人 所以我現在做飲食 可以職爪 只要你無法拖 這樣就好一點 但是你說 我有沒有拖人貨送 我也有 我也有 那些錢轉不到 就拖 哪有辦法 我又轉不到 又有些好人 他明明有都不敢拖 因為那些事情 所以你說龍蝦這些人 說真的 我一輩子都見不少 我也照不少 這些 其實霸道就好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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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看一張 這張圖 話說 這叫下半集 之前就是巴黎奧運會 嗯 巴黎的長榮桂冠酒店 就是台灣集團 嗯 原來有個廚師 就向那些大陸 所謂網紅 就報料 我們叫做 多些主持 什麼都好 他們 因為要奧運 要掛萬國旗 其實有五星旗 台灣高層來到之後 就要撕掉那張五星旗 就是不掛 其他國旗掛 哪一邊不掛五星旗 於是 人家就去踩場 假裝在網上 在酒店裡 去到時候就說 喂 我是中國人 五星旗 是我們祖國的旗 喂老猜啦 喂老猜啦 喂老猜 為什麼沒有 我們排第一 當時還未完 當然還未被美國反擊 什麼呀 神經病 雙冠軍 兩下第一 吵你 什麼雙冠軍 第一 第一 四十四面 小實理台灣 要你的時候 就算你那兩面 都不是歐盟底 是歐盟底 是歐盟底 知道那些 歐盟底是第一 那些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極右 極左 是左膠 反而是左膠 下面那些留言 對那些 就說什麼特朗普 那些茄汁味 造假 是給那些人看 所以其實思維和上面的 都差不多 都是膠 對 要約制 說完這件事 我帶來了 你給我掛 當然人家酒店不肯 我有看 也不肯 於是就要退訂 你網上訂 你網上做回他的手足 錢就不能退 因為二十四小時之前還可以 現在你不夠 我不知道他最後有沒有退 好了 到了現在 這段影片 都在大陸出來了 然後連廚師說幾天都再出來了 可能是專門的 哇 在上面的小份兒很生氣 現在說什麼呢 上面的酒店 訂購的平台 全都把場名在大陸的酒店 全部把場名在大陸的酒店 全部把場名在大陸的酒店 是沒有 你想網上訂場名的酒店 集團的酒店 沒有 沒有 出到這一招 你說 你們這班人 其實經常說什麼 中華台北 我們就叫台灣 你硬說什麼 中國叫台北 很簡單 爭取這些傢伙嗎 打死台灣 打死台灣 給你們 中共去管治 就沒有這些爭拗 快的 你說了幾十年都還沒打 你整個和平盾一 你又盾不到 是吧 浪費氣 其實這些打飛機沒有意思 只會被人覺得你們 怎麼這麼討厭 這些 那你實體做不到任何事情 就靠這些威嚇 就是這樣 你不要說小粉紅小粉黃 就是這樣 現實做不到什麼 就你網上 不斷留言 打飛機出征一下 是不是 那就出一下征 你做飲食 這件我特地想問一下你 好 出一張上線 發生在溫州 溫州出名什麼 溫州 有錢好 就是發狼 是嗎 借錢 他那些 溫州 溫州 溫州是 溫州發狼很出名 是嗎 你去到深圳都寫著溫州發狼 溫州一向是溫州那些商人 以前全國金融 清代的時候 溫州發狼也好 是嗎 是嗎 你個人不知道 是 我真的不知道 生哥哥一定知道 生哥哥知道 是 是 話說 在溫州 人家是一間 比較高級的商店吃東西 是 因為其間工筷 其中一對 就跌爛了 是 筷子都很難會跌爛 那看一下筷子的質量 是嗎 是大陸來的 他那些筷子 可能都是留的 就是跌爛了 然後餐廳 淘寶筷子 就要求他這張照片 是 跌爛了筷子 賠了一百元 一塊水 是 就是上面筷子一塊水 人家都不小 是 是 就是 都賠錢 是 放了上網 那些網民吵了 那間餐廳說 放心 我們會把那一百元 退回給人家 但是到現在 人家說沒有 他說退回 收都沒有收過 首先 阿東你做了 退飲食業 你覺得 如果有人在你這間餐廳 你又不小心撕了 那些筷子 爛了 你會怎麼做 一百元又值不值呢 那這個一百元在大陸 溫州 跌爛筷子一百元 當然是混賊 當然是 即是奉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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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理由這樣一跌就難 我覺得好事 是 有多奇怪 都說大陸那些東西 喂 你怎麼知道 連筷子都黑心 是 粉牆 粉筆 打下去 發布膠 不要說什麼 打了個洞出來 你無奇不有 你知道 對大陸的東西 那他跌爛筷子 可能 慣反也不奇怪 溫州那家 那些粉筆筷子 即是 一夾東西是夾到的 但一跌到頂就斷了 那這樣 真是油汁呢 一百元 對大陸的東西 那些粉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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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大陸的東西 可能是屌職反 不過是說笑的 只是說笑而已 上面叫做碰匙 我想 不是碰匙 那些粉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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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是這樣的 葛處鄉村 葛處黎 玩法是這樣的 那誰有辦法 很少的餐廳 不會 在我店裡 當然不會 那些粉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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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的 那看你 Malloy 好笑 如果你是真正的管理 那麼 有些下屆的東西 我賺你一碟東西 都可能賺你一百幾十的 那你弄壞我的酒杯 紅糖當然是算你了 或者你那些人喝大了 在那裡扔東西 那我當然是算你了 你說專登 是不是? 但是香港也很少了 香港也要賠的 因為你有些真的醉酒鬧事的那些 就會賠的 但是你說不小心 不小心跌壞 就不用賠了 那很難說的 現在香港的飲食 罪覆劉集團那些 可能要賠的 罪覆劉集團 因為有些定了規矩 對 不好意思 你等一會 乾屍是要賠的 搞錯我不小心 小朋友弄了 要賠了 不好意思 說你乾屍訂了 要賠 是不是這樣? 罪覆劉集團 不是罪覆劉集團 不是罪覆劉集團 是求人期的 有些店有管理的 是這樣的 那些前線的員工說不找到 不是 有管理的 例如很多張吉桌 你一個人 然後看到 那些大桌吉的 說他不敢讓你坐 你去坐桌 是 之前在網上就寫了 是 即是這類 吃東西 過半小時 限你九十分鐘 廚房很慢 廚房很慢 所以這也是香港人的問題 這是香港人很嚴重的問題 香港人一向吃東西 不是 以前就是 現在近二十年 我告訴你 近十五至二十年 十五年主要是 全部都是軍規矩做 為甚麼呢 我告訴大家 這個秘密是甚麼呢 經濟不好 所以 不是考核會 一個員工 他不想 怎樣可以保住這份工 我跟足規矩做 你定了甚麼規矩 你說回九點 我就八點十一回來 然後我準時收工 準時上班 我跟足規矩做 我就不會被人解僱 是吧 久而久之 十幾年 十六七年 以前就是執政 以前是以客為先 即是怎樣做多些生意 全香港 就算香港人都懂 做伴侶都懂 怎樣去做 但現在不是 現在是全部 跟足規矩 我不要錯 這一套的管理 就現在 是導致到 香港所有行業 不是只飲食業 所有行業 不加慘 將整個香港的 所有經濟 就綁在那裡死一死 就是這樣 那些根本就不可以 說執生 總之是沒有錯 總之是我要乖 下級我就一定要 跟足一些規矩做 跟足一些程序 上面管那些 香港的官 一兩兩 不是 政府都是這樣 你不用聰明 所以政府都是這樣 所有事情就是跟條例 所以你去問零安復 就交華了 我的數字在那裡 你沒有反開 你沒有反開 在我的protocol 你沒有反開 這件事 總之我回答你 就是這樣回答 完完 然後 叫飯 打飯 打飯 是這樣 所以這件事 是導致到香港 沒有進步 全家產 到今時今日 用來坐艇的原因 有些事情 是你無法搞的 你個個都是這樣做 你去到餐廳吃市 以前怎麼會 有些事情 話頭醒未 阿珍珍 來了 阿珍 梁先生 又來了 我幫你什麼 是熟客 你知道這個人 消費 打過邊爐 都三千多 難道我做那個 韓韓孫孫的那對 那對男女 那對 那對兩者 我當然要做你三千先 對不對 因為到來 梁先生 今天人比較多 我幫你安排 你定了胃 你就是這樣 你有沒有試過 以前去喝茶 我們 喝茶不用說 你知道我們 我那些有錢人 當然在那裡 人家就這麼兇 就這麼兇 熟客 熟客 現在當然沒有這麼嚴重 現在都沒有範圍 我講的是 十幾十年前 你總之認識那個知客 阿楊太 阿楊太 我媽媽最喜歡 阿楊太 你訂了位 你過來 那些人有錢人 知道你熟客 就幫你 你率先安排 然後有些阿姐 有些陷家產 會發難 我來先 他訂了位 那這些就是聖目 你明白嗎 以前是這樣的 對不對 以前 就算抹桌 那個 見到我們 我爸爸 都會 阿楊先生 有來飲茶 他明明是 那些菜汁桌 那時候的經濟好 他這樣 很開心 有生 現在哪有這些 差不多 九六星中 你夠粗了嗎 你夠粗了嗎 他現在 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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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聽說你昨晚 打完穿人錢 都不會聰明 都不會聰明 現在都不會聰明 還有現在都不會聰明 都要聰明 有些聰明 阿東 今天我們差不多了 好 多謝你 喂 大家 冬季私房菜 冬季私房菜差不多了 無論是午餐 午餐 午餐 現在更新一下大家 午餐 午餐 我下個星期開始 就會減價 反餐全部都會減價 亦都有些 再經濟一些 實惠一些 叫做美美頹飯系列 我本來打算 都是會過來做小宣傳 下個星期開始 冬季私房菜 一至五個午餐 就會全面減價 本來88元 牛腩麵 現在是78元 焗豬 本來128元 現在108元 非常之抵食 龍躉 現在108元 新推出三款頹飯 有滷水雞腿飯 滷水蛋 滷水雞腿飯 炸帶子 煎雞扒飯 每日蒸飯 有時候是排骨飯 有時候是雞飯 煎雞腿飯 煎雞腿飯 都是58元 58元 58元 還要送汽水 所以基本上 沒有的 股奇遇用 試一下也不行 我也不知道 晚上的晚市的餐 我都會再收拾個菜 因為就是中秋節 大家訂位就要快 中秋節訂位就要快 當然是魚蘭節 什麼 魚蘭節 星期日 魚蘭節 你知不知道是怎樣的 你知不知道會唱 魚蘭節 喜伯更重 魚蘭 心中不別 驚慌 不懂的表情 好了 下次再見大家 好 OK